市長是不是有考慮之後要來重新北市的疫苗系統來限制,趕快來打疫苗? 1922其實,沒有啦,我跟你講1922可以做就不要再搞蛋 就是說還是用中央系統,你說中央系統有不足的地方我們再補一下,就這樣 系統原則上還是一套 市長在四月之前上一期莫德納疫苗是不足的,但是還是有很多民眾是希望可以打到莫德納,接下來會跟中央戰爭? 來來來來,這個今天重要事件要宣布,我們後天你知道,今天是2月2號,2月4號、5號 早上9點到下午5點,我們那個 台北市衛生局的疫苗疫苗系統重啟,但是只有BNT 因為莫德納全部都百分之百被疫苗光了,我們現在BNT大概有6萬8千劑 本來有8萬劑的,但是這段時間符合標準的,那麼疫苗是繼續再打 所以剩下2月7號可以開始打的有6萬8千劑 只有BNT 至於高端我們有開放三個宿舍點,那個我們都會上網公告 不過請大家注意,那時間,幾點到幾點有打 因為高端數量比較少,所以不想讓系統太複雜,所以系統只有BNT 所以還是要呼籲變啦,我是打BNT的,所以拜託不要一直說 一定要打莫德納,這樣會不平均啦 其實上一次如果大家願意打BNT,我就不用再重啟一次嘛 一次就把它解決掉 所以莫德納跟BNT在醫學上 沒有證據說他有統計上的差異,所以有得打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後天開啟BNT的預約 希望大家能夠打趕快打,因為打到疫苗覆蓋率到一個程度以後 也就是要考慮 要慢慢解放 我看那個丹麥已經 已經全國下令,就是說不管治了,因為既然都已經疫苗打到過流感的話就不管治了 我猜我們台灣大概也不可能永遠鎖國下去 但是這樣啦,疫苗覆蓋率不夠的時候 要放寬還是危險,各位同意 所以事實上我們到現在維持,我看看我們 我們戶籍人口有打的,差不多還不到80 還是有20%沒有打 那有人說會不會是在國外幹什麼,但是我沒辦法去想查 因為總人口裡面大概還有十幾%的,是連一劑都沒打的 我也不曉得那大概十幾%的人到底是誰 市長剛剛提到高端的數量比較少是多少,那為什麼高端的數量比較少? 高端還是有人打 高端就不用上網預約,誰到誰打 因為那個系統是這樣啦,80、20法則嘛,那個要處理幾萬了,那個要預約 那如果這幾千人,那我就直接開放三個點,你就來就直接打就好了 就不用我再去搞一個電腦系統,太麻煩了